从来没有听说过大象医院 跟大象最靠近的距离 就是可能在动物园 这头大象是刚从圈迈过来的 然后因为它的前左边的腿受伤了 所以他们就要把它从圈迈这样运过来 然后它现在就要下车了 我对大象的了解并不是很深 我不知道大象可以那么聪明 我不知道它可以那么顽皮 感觉它好像是公主 我是它的妹这样子 就帮它洗澡 帮它扶摇 然后帮它清理大便 它就在我旁边在那边蹲着 其实刚才看到它的伤口觉得很痛 因为就整个脚板都好像已经不在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很不幸 而且它的体积又这么重 然后脚伤得这么严重 它应该很痛苦 但是它又说不出口 明天我需要去电脑医院 所以我可能不会在这里 它刚才是不是点头啊 好像是我 真的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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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象是泰国的象征 所以泰国人民很爱大象 以前人们把大象当作运送货物的工具 一直到泰国政府立法禁止伐木及用大象运货 大象才不用做这种粗重的工作 时至今日 由于训养的大象数量减少 加上野外棲地被人类开垦为耕地 泰国大象从一百年前的二三十万头 锐减到目前不足五千头 有关当局担心若没有适当的保护 大象将在十四年后从泰国境内消失 这一期的明星志工队 我们请来2003年的才华横溢出新秀冠军人物 陈静萱前往泰国清迈的大象医院当志工 其实我来泰国的次数不是很多 大多数都是去卖股 所以我觉得清迈对我来说 感觉比较纯朴一点 我现在在泰国的清迈 然后现在要去的目的地是南邦南邦 离这里大概一百公里 今天的秦城其实还蛮特别的 因为我们不是在帮老人家 也不是在帮小孩子 而是在帮大象 你好,Key 你要是我的翻译员 因为我的泰语不是很好 所以沟通方面需要他的帮忙 我现在要去吗 好,OK,Let's go 谢谢 Let's go Key,你帮我去哪里? 亚洲大象之友 位于泰国北部地区 一个叫南邦府的地方 南邦府距离泰国清迈有100公里之远 是泰北的第二大城市 然后前进去 然后前进去 这个 我聊 OK 嗯 嗯 哦 哦 坐了,两个小时的车身 终于到了 FAE Elephant Hospital 就是Friends of the Asian Elephant 世界第一所大象医院 其实 人的医院 我是有去过蛮多次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 大象医院会是怎么样的 所以非常的好奇 好像负责人都在等着我们了 所以我们过去吧 Let's go OK FAE 亚洲大象之友 是世界上第一所大象医院 成立于1993年的大象医院 是由当地一名非常爱大象的Sorida夫人成立的 无论是生病或残废的大象 在这里都可以受到最妥善的照顾 有时候 医院也会收留和照顾野生大象 或是被遗弃的被驯养的大象 思考中 我们开始来从1993年 Kungsradar和我们 我一个著名的家 我们没有钱 但我们开始从来的 Kungsradar工作很努力 在这个中心 中开始这里 因为这里我们认立的相比 2真的 10年之前 要认立的相比超过3000相比 超过1000相比 我们来的 第一次接到可以做 这一集关于保育大象的任务 其实我蛮兴奋 我对动物感到非常的有兴趣 尤其是动物在大自然 环境生存的感觉 从小的愿望也是当 因为那是最靠近我小时候的 那个幻想 所以18岁已经圆了这个梦 但是当我知道有这个机会 可以来到泰国 看到大象在非常原始的环境 生存啊有治疗 我觉得非常新鲜 然后无论如何一定要 一定要做这一集 对 We're going to visit Mosha OK Mosha How old is Mosha? 5年 我们看到我第一只大象 Mosha 5岁哦 Mosha其实五年前 就踩到了地雷 所以你看他的一只脚 其实是 Amputator的 就是被砍断了 对啊 对 你说我那个套 从来没有听说过大象医院 跟大象最靠近的距离 就是可能在动物园 哦 哦 有 嗡嗡嗡嗡的声音 然后就感觉上他好像在 checking me out的感觉 然后好像问声好这样子 哇 哇 哇 今天Dr.K就让 带我到 不同的大象的enclosure 去多了解他们 然后告诉我 他们背后的故事 也希望我从中可以 有这个心理准备 还有那个心态 明天要如何去对待大象 然后可能更了解他们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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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 对于动物你不能就是说 一天之内他们就成为你的好朋友 你要真的用心去 去疼爱他们 了解他们 做朋友的第一步 请他们吃东西 第一次能和大象那么近距离的接触 让静萱兴奋得如同一个小丸童 在短短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静萱已经和他们玩得不一乐乎 相处得很融洽 他突然 呼了一大口的气 而且是有点 臭气熏天的感觉 还蛮期待明天 明天我应该是做 写萱兴奋的 有苦力 因为要做很多hands on的 可能清理大便啦等等的东西 还蛮期待 哇 一次过拿两个 好厉害 其实刚才看到他的伤口觉得很痛 因为就整个脚板都好像已经不在了 所以就觉得说真的很不幸啊 他的体积又这么重 然后脚伤得这么严重 他应该很痛苦 但是他有时候不出口 今天是我第一天上任管理大象的工作 现在我们就要找Dr. K 问他他分配什么工作给我做 早安 早安 任务还没有开始执行 静萱已经学会收买大象的心 所以特地带了一大包花生 准备分给大象们吃 好厉害喔 这样鼻子就好像手一样啊 你好 莫塔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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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完了莫莎和莫塔拉 静萱就要正式开始第一天的任务了 到底Dr. K 会让他做什么呢 不要看这个Ru好像蛮简单的 其实是我第一关 如果可以PASS的话呢 Dr. K才给我做比较困难的 所以要好好的消息 你好 你好 你今天在动物园的时候还记得 就要一大早大概七点吧 七八点就要清理很多动物的大小便啊 或者帮他们把他的环境弄干净啊 开始是蛮紧张的啦 因为我昨天看到Dr. K他人还蛮严肃的 然后也不知道说今天能贡献多少 但是可能第二天大家都比较熟一点了 他对我都还蛮不错的 静萱原以为扫地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差事 所以便想草率的马虎了事 想随便扫扫就像Dr. K交差 怎么知道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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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打扫 我只是打扫 起初就觉得说 不知道会不会太过分 扫得太干净了 所以就扫到七七八八就跟他说OK 然后他真的说不够干净 要我扫得更久 然后结果应该扫大概15到20分钟吧 大家就等着我扫完 呃 Dr. K said not quit yet along the side yeah yes 他们真的很严格 都是玩完的 我会努力的 我想啦 他可能是想看我到底是不是有那个恒心 到底是来这边是来玩的态度 还是认真的态度 我对我自己说我来这边真的是想学习 有哪一个方面可以贡献就贡献 扫地扫了大约半个小时 静轩终于通过Dr. K的测试 可以晋级下一下任务咯 可以几个然后可以带大象去走走散步的 泰国是亚洲大象最多的国家 在当地我们不时会见到每头大象的身旁都会有一名管理员看顾着大象 这些人就是训练大象的训像人 也被称为相夫 因为每一头大象的习性和脾气都不同 所以他们每个都会配有一名私人的相夫 如果不是自己熟悉的大象 相夫们之间也不敢去碰触或驾驭其他的大象 这些人是在朝来的 他在朝来的外面 我们在朝来的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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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夜间是在朝来的夜间 有点十分钟 就朝来的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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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早上都会去十分钟的这样散步 然后 还蛮开心的啦 就除了可以这么近距离的看着他 我觉得他可以在大自然的环境下 散步对他来说 我觉得也是很棒的 然后他的耳朵真的很柔软 带大象流了一圈回来 Dr.K立刻给静萱的下一项任务 就是帮其中一头大象 Bobo服药 其实Bobo是他的头部有一点受到发炎 然后胃也不是很好 然后有一天他在山上不小心跌倒了 所以他的后左脚就受了伤 所以现在我们要用这个 我们要用这个药 有草药的水分 帮他拍在他的脚上 可以容易渗透进去 敷药的过程其实是还蛮新鲜的 因为我在动物院的时候 我没有帮过动物敷药 不要看起来他好像很健壮 其实他还蛮柔软 其实大象是很难接近的一个动物 因为他体积很大 通常只有男生才能接近他 所以今天可以算是破例了吧 然后我真的是就在他的 就大象的耳朵脸 大脚的旁边就进去了帮他敷药 我觉得好像妈妈帮小孩子 不要的感觉 据大象医院负责人Dr. Pritcher说 现在有很多大象养主 不太会照顾大象 所以有很多大象 因公受伤或生病了 主人也不怎么管他们 就让他们自然恢复 感觉好像他就是另外一个运动员 就是运动员受伤了 就叫包扎 我第一感觉其实他们的医药费 应该蛮高的 就是每天照顾他们 都要用很多的人员啊 材料啊等等 大象医院现阶段 一共有13名工作人员 再加上Dr. Pritcher和Dr. K 两名兽医 有时候被送来治疗的 大象医多了起来 大家都会因为人手不足 而忙得不可开交 医院现在收留了十多头大象 其中有四头是因为 主人嫌弃他们 受伤残疾 或老化了没有用 所以被遗弃而常住在医院里 至于其他生病的大象 康复之后 主人就会把他们接走的 医院里有一头11岁的大象 Bunmi 几年前因为在边境工作的时候 雾踩到了地雷 所以前右腿惨遭炸毁 脚板也被炸得血肉模糊 幸好相夫将他送到大象医院 Bunmi才能得到治疗 Dr. K交给静薛的下一个任务 就是到Bunmi的相棚去帮忙 首先要做的 就是为Bunmi准备需要 敷在脚上的药物 所以准备完毕之后呢 要先把整个环境打扫一下 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吃草啦 然后我觉得能为它清理大便 其实蛮开心 就是我有这个 就可以有这个能力 帮大象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和它的治疗 清洗完了Bunmi猪的相棚 Dr. K就要教静薛如何帮Bunmi服药呢 Bunmi整个脚板都已经可能被炸掉了 我能感受到她的痛吧 因为我Bunmi其实11岁而已 但是她的脸上的皱纹等等 仿佛让她看起来50岁 我觉得眼神看起来她还是个小孩子 但是可能经历的沧桑和痛苦 让她苍老了不少 其实刚才看到她的伤口觉得很痛 因为就整个脚板都好像已经不在了 所以就觉得说 真的很不幸啊 她的体积又这么重 然后脚伤得这么严重 她应该很痛苦 但是她又说不出口 所以我 就心里有点痛啦 但是还蛮开心 我听说至少她可以受到治疗 然后就希望她快点可以痊愈这样子 我还在做什么 没想到会真的把大象的大大放在我手里 然后好像在看什么东西这样子 是有那个味道啦 味道是有的 只是没有那么强 感觉说其实还蛮干净的 只有点粗糙而已 大象的食量非常惊人 他们每天平均要刮上20个小时不停的进食 对于大象来说 牙齿的任务就是昼夜不停的取决杂草 果实 树叶和树枝等等 每天一早 承包商会再送2000公斤的大象粮草 到大象医院去 大象达 少量大琢瓶 ah 原来从两天或者一ssa 红豆去吧 千里 明そ参与酒 我们现在就帮莫塔拉清理它的住的环境 所以要先把这些植物给少掉 50岁大的莫塔拉是大象医院里最年长的大象 也是这里的永久居民 他在1999年不小心踩到了缅甸边境的一颗地雷 把前左腿给扎伤了 兽娱们虽然想尽办法挽救 可是到最后他还是免不了被截肢的命运 OK,Let's go 好 摸他拉,他很温柔 我觉得他需要一点时间去接近人 因为几次我不是为他吃草的时候 把那个草放在他的面前吗 他离我距离其实还蛮远的 但是他越吃就越靠近 就我一直跟他说话 跟他可能我讲他的名字啊 就轻声地跟他谈天 他就越靠越近 然后眼神有放 就是比较温柔的感觉 我最后还把头放在他的鼻子上面 他也还蛮接受的 所以我觉得 第二天有这样的接触还蛮不错的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说 大象他是很有灵性的 而且他可以感受到你的真诚吧 静萱从早上一直忙到下午 忙得几乎没停过手 Dr.K似乎也感受到 静萱工作时的认真态度 所以让他帮忙做更晋级的工作 我现在在帮大象清理伤口 因为好像有一点 它有伤口 所以它的伤口是一个小小的洞 但是它要清洗干净 哦 哦 OK 它会出现 normal 我做一天的授业 就刚才有一点怕 怕会弄到它 其实越怕 我觉得它应该越痛 所以我就一次过把它塞进去 就OK 短短一天之内 静萱好像已经对医院里的 每一头大象的习性和性格 都大概摸清了 因为Jobake生病了 所以它需要补充它的体力 帮助血液循环等等 所以就吃了这些加料的饲料 好像维他命这样子 辛苦了整个早上 当完了苦力 还要充当护士 最后还要为大象准备食物 不知道静萱 有没有想到会那么辛苦 而后悔参与这次的明星之宫队 我觉得如果来到这里 反正是走来走去 然后喂他吃一条香蕉 我觉得很 没有那个意思了 我希望说我可以很hands on 因为我知道说我们来几天 一个星期 可能帮不了多少 但是我希望说我的互动能让我更加了解大象 然后给观众朋友们看到大象不同的一面 因为之前我对大象了解并不是很深 我不知道大象可以那么聪明 我不知道他可以那么顽皮 布林戴的毛 哦 so cute 目前为止我觉得我更疼爱大象 疼惜大象 脚板被地雷炸伤的Vummi 下午必须换药 所以Dr.K想让静萱 自己一个人全权负责 从配药到洗澡和敷药 都要自己一个人做 OK you remember half half 就是早上敷的药 但是现在是我自己 亲力亲为 我还记得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我还记得我真聪明 sorry 很聪明哦 他自己拿着那个洗澡 而且不只是洗澡 他还特别注意他受伤的脚 然后洗得特别干净和细心 他自己 帮大象洗屁股 我觉得我好像在做梦 你懂吗 因为真的 你没有这个机会 帮大象洗澡的 真的真的 我觉得我好像在照顾他这样子 他好像是在医院里面 他真的在医院里面 这样子 感觉他好像是公主 我是他的 这样子 就帮他洗澡 帮他扶摇 然后帮他清理大便 他就在我旁边在那边蹲着 很奇妙 我觉得很奇妙 只见静轩很认真细心地为Bumi清洗伤口 生怕一个不小心就会触痛到他的伤口 而Bumi仿佛也感受到静轩的善意 所以也很乖巧地配合让静轩清洗 我近距离看到他的伤口 我觉得还蛮严重 就整个脚板都快没了 然后只有一个可能硬皮在上面 但是还没有痊愈的 我觉得Bumi很勇敢 就有点欠揪 因为我可能不要 没有那个纪念 所以我怕我刚才 让他一直抬脚 让他很辛苦 这个Bee I'm sorry 妈妈 我知道很难 但是我希望说 大象都可以有一个 比较安全的地方生存 我希望是 有一天是 It can happen 今天是我第二天来报到 今天是有点不幸 下了一点雨 就不知道今天大象的活动 会不会减少了许多 现在我在等Dr.K来 给我一些指示 告诉我今天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静轩心想着 下雨的早上 应该没什么事情好做 谁知道 一大清早迎接他的 却是几坨大象的粪便 传送中的那个大便就在那边 等着我帮他清理 来吧 据Dr.K说 大象消化系统不是很好 所以最常患上的就是肠胃炎之类的疾病 一头健康的大象 所拉出来的粪便是一大力状的 有些时候比起人的脸蛋还要大 如果粪便是液体质的 那就表示大象的肠胃有问题了 没想到会真的把大象的大大放在我手里 然后好像在看什么东西这样子 是有那个味道啦 味道是有的 只是没有那么强 感觉上其实还蛮干净的 就有点粗糙而已 Dr.K知道静轩跟Bumi比较熟悉 所以今天还是让她去照顾Bumi 当Bumi的私人护士 现在就是要给Bumi敷药 然后这是我昨天开始 本来是协助Dr.K做的任务 然后今天她已经让我全权上任了 就有一点觉得说还蛮 就可能态度及格 希望说她的脚可以康复啦 所以做这个我会比较认真一点 我觉得我可能喜欢小孩子又喜欢动物 所以跟Bumi的那个互动 可能更加的深刻 我很想接近她 因为她11岁而已 然后她又遭遇还蛮悲惨的 但是我觉得她很坚强 然后她很聪明 每次好像她把那个脚 浸在那个药物里面 她还是会用她的鼻子把那个水 再放在她的脚上面 所以整个脚都会沾到水 她也很真实 因为痛的话 你在她的眼神中是看得出的 但是她还是会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会把脚提起来 然后让我把那个药就是喷在她的脚板上 我这样的Bumi真的是很聪明 然后我也觉得说早上看到她她看起来有点疲惫 然后现在你看她现在好像开心多了 我感觉得出 可能是因为早上她不大喜欢就是敷药的那个过程 因为每次敷药的时候 她脸上都还显示还蛮痛苦的 但是很开心就是说她很快就把痛苦给忘掉 然后呢有人陪她玩啊或者给她喂她一些食物 她就马上就变得很开心 就像是一个11岁小孩的心态 对 Sawaddi 嗨 没想叫就不做了 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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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今天第一针打进去的时候 我听到大上有叫了一下 但是后来仿佛觉得明白说是要给她治疗 所以她好像也安抚了一下 对呀 拜拜 在大象医院当了两三天的志工 陈静轩已经逐渐熟悉医院的运作状况 现在不管是洗刷或护理大象为他们吃东西都做得很顺手 快接近中午的时候 大象医院突然紧急送来了一头受伤的大象 这头大象是刚从全麦过来的 然后因为他的前左边的腿受伤了 所以他们就要把他从全麦这样运过来 然后他现在就要下车了 原来紧急送医的这头大象不知患上了什么病 主人已经给他做了一些简单的治疗 可是却没有见效 在没办法之下只好包了一辆车 把大象从一百多公里远的青麦送到这里寻求帮助 就因为担心有些主人 没钱送大象过来医院看病 所以Dr.Prisha和Dr.K 每几个月都会安排一次流动诊所 到不同的大象营帮大象看病和做检查 据Dr.K说 下一次的流动诊所将会安排在明天出动 这样的话 靖萱就有机会跟着他到外面 见识一下其他村子的大象营了 后天就要离开 明天又要出外勤 靖萱怕没什么时间可以陪莫达拉 于是便溜到莫达拉的相棚 去多陪他一会儿 明天我必须去一个手机医院 所以我可能不在这里 是你没事的吗 他刚才是不是点头啊 好像是我 真的吗 没关系 他点头耶 第二天一大早 靖萱就到大象医院报到 因为Dr.K今天将带他到附近几个大象营做巡视 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助或医药治疗的大象 在清迈这个地区 有大大小小十多个大象营 而且有很多都遍布在深山野林中 所以如果大象受伤或生病了 要带他们出去治疗 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我们现在抵达的是山区里森林里的一个 大象营 然后其实这里是山区 所以路途来的时候蛮艰辛的 因为很多凹凸不平的路 还有很多泥路 所以我想这里的大象 如果想去FAE的话 应该蛮困难的 希望今天来到这里可以给予他们帮助 每去到一个新的大象营 Dr.K会向营里的负责人 先了解一下营中的状况 比如营里有几头大象 或大象的健康和近况等等资料 刚才他就说 其实这是流动的诊所 所以很多大象可能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他一定要有一个记录 说他们的血腥 他们对什么东西敏感 好像人类一样 看医生的整个状况 现在好像 他们这里的经理人已经到了 所以我们要过去跟他谈一谈 和负责人谈过之后 Dr.K了解到这个营里 有其中一头大象 被带有毒性的昆虫所钉伤 所以急于需要治疗 不然伤口若是受到感染 就会更加严重了 所以他好像也安抚了 所以他好像也安抚了 这样治疗之后 Dr.K就会留下一些医药配备 和药物在大象营里 之后就要赶着到下一个营地去了 第二个大象营我们 就没有碰到大象 因为时间该不少 虽然是这样 我觉得Dr.K还是很专业 现在Dr.K跟主人 大象的资料 每个十七头大象的名字等等 所以下次来的时候比较容易 可以查他们的治疗 没有看到大象 但是Dr.K会把一些药物放在这里 然后他的纸上不单单写了 像你的名字还有年龄 还有写说他们大概有什么样的状况 下次他会回来再探望他们 我觉得来源人看医生还蛮方便的 就是可能他去楼下祖物区就可以找到医生 但是我发现大象就没有这个所谓的福利吧 因为大象医院并不多 FEE是少数的大象医院 而且大象居住的环境 大自然的环境都是在高山森林里面 所以我还蛮开心说FEE有这个流动诊所的服务 因为住在偏僻很远处的大象 生病了还是有人可以照顾他 今天也有问到Dr.K说他多长会做这样的一个巡逻 他就说大概三个月一次或者六个月一次 就没有那么平靡 因为其实FEE还蛮缺人手的 我是觉得说其实当像Dr.K的工作其实很不容易 尤其是他也是女生 因为整个环境都蛮苦的 而且有一定的危险性 然后我觉得像他这样的女生很少见 我也很佩服他的工作精神 在小节目中 我每个月中午开始做一个工作的工作 也认为觉得这个工作是这样的 不要亚压弹眼 然后上去 这边有点多多 所以超好 然后 乐器 将弹眼睛 第三 第四的大象云 距离还蛮靠近的啦 我们还可以就是说 亲眼的看到这些大象 然后还蛮开心的 因为碰到几只 几只大象 他们都怀孕了 最后大象已经怀孕了 而且怀孕一年了 因为大象需要了 二十二个月之后呢 才能生下小小小大象 对对对 很为他感到高兴 十五个月之后 虽然 Dr. K 不可能去把每一个大象 都给治好 因为真的是太多了 但是至少因为大象的 population临绝种了嘛 我觉得能救一个 已经算是一个 很棒的一件事情了 对 谢谢 谢谢 我觉得 大家都算是 世界的一份子吧 所以每一条命 都是很珍贵的 我觉得大象 也有这个权利说 有更好的环境居住 而且 continue surviving on this world 对 好 好 好 不吃不绝 静萱在大象医院 已经当了三四天的志工 今天虽然是最后一天了 可是静萱在临走之前 还是坚持要到姆塔拉的相棚去做清理工作 姆塔拉是我可以说是第一次在这里接触到的大象 本来我觉得有一点难靠近他 因为在眼神中 反过觉得说他真的把我当成很陌生的一个人 到最后一天 到最后一天我继续帮他洗澡啊 然后 眼神中我是看得出他觉得我是很熟悉的 然后也让我靠近他 就觉得有一种一种关系的感觉 我把他当成是我的长辈一样 因为我觉得他很温馨很有那个气质 虽然身上是大有伤的 但是从来没有埋怨过 然后今天会是最靠近的一个一个触摸吧 然后我觉得他感觉上好像也有认得我 然后也让我比较靠近他 然后我就希望他会勇敢 然后继续勇敢地活下去这样子 来 我到了 其实刚开始跟Bumi接触不是很多 只是Dr.K有吩咐说要帮他 然后慢慢地 我没有发现出去 他小小的心灵要面对这样的创伤 我觉得很不容易 但是他就还很坚强地这样活下去 然后每次看到我的时候 他就会用他的鼻子动他的脚伤 今天我觉得他是不是有一点不开心 因为可能他知道我要走了 所以他抓我的时候 手抓得特别的紧 他抓得好紧哦 手 在离开大象医院之前 靖萱非常不舍地 向医院里的大象一一做告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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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现在要喂莫达拉 可能是 这一次有机会喂莫达拉 所以 其实我本身会比较不喜欢离别 如果可以的话宁愿不要看到彼此 可是就跟她讲再见的时候 心里是觉得不舍 就没有想到说三天的就是交流 最后一天会有这样的感触 然后可能是真心的对待吧 然后我也觉得说莫达拉看到我当她的相夫告诉她我要走了 然后在用泰语的时候 反乎她感受得到 这一次来会觉得说其实大象跟人没有两样 我觉得说很多人都可能把动物真的是把他们去 其实我觉得那个是错误的动物也是也像人一样也是一个生命很珍贵的你对他好他知道不要因为他是动物而给他可能虐待他给他吃不好的食物腐烂的食物等等其实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好的 我简单的就是想祝福其实眉头大象说他们会健康 因为他们来到这里就是因为他们受过伤然后有伤口等等 就是希望他们快点可以痊愈然后可以回到他们的大自然环境 收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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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